捷安乡公所举办的公二公园命名活动 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票选 商长游淑珍表示 第一阶段共征集了48组创意名称 直至起开放民众前往捷安乡公所脸丝粉书专页 来进行网络投票 一起来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公园名称 捷安乡公所4月份展开公二公园名称征求阶段 吸引了来自全台湾各地民众集思广益 共收集有48组的名字 进入了第二阶段投票 乡长游淑珍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一起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公园名称 捷安乡公二公园第二阶段的命名开始了 我们在之前的第一个阶段 接受了我们全国的好朋友 有48个名字出现了 接下来5月10号到5月30 要来进行网络投票 只要是前三名都有可能成为我们 新的公园公园的这个名称 所以邀请所有的好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投票 只要您投下神圣的一票 就可以抽出礼券 来送给各位乡亲好朋友们 我们相信来自于全国全台的名字 有台北有台南的好朋友 希望我们借由大家相亲极致广义的力量 选出一个大家最适信最喜欢的名字哦 乡公所表示民众可以从网址或少QR Code 来进入投票页面 铁显个人资料就可以选择最喜欢的名字 来进行投票 每天都可以投一次 截止日期到5月30号 乡公所会聘请委员来进行评选 届时综合评分之后 以总分选出的前三名作为公园命名的参考依据 而所有参加投票的民众 也都有机会可以抽到200块钱的礼券 截律会将相报导